看头进教室观察施打状况 阿公阿嬷刚打完疫苗热情挥手 北市疫苗第二波开打 市长柯文哲一早到民生国小视察 离开之后消毒之后就开始进来 看看现场没有前几天爆满群聚情形 柯市长显然对施打流程很满意 疫苗开打第四天 6月18号开放80岁以上长者 及65岁以上原住民打疫苗 不限是否涉及北市 民生国小的约人数上午326人 下午300人 其中上午9到10点的100人 20分钟内报道率达到8成 会账问就是因为AZ疫苗开打以来 全台已经有近30人施打后促试 其中北市就有四个 96岁男子6月16日在阳明医院接种后 当天晚上就过世 92岁女子6月15号打完疫苗后隔天去世 还有72岁有洗肾跟心脏病史的女子 6月16日施打疫苗后隔天过世 还有86岁女子15号接种18日死亡 医学上来看这个事情 并没有比一般长者平常没有施打疫苗的猝死率还高 猝死案例平传虽然还没证实跟疫苗施打有直接关系 但已经引发不少恐慌 不过指挥中心也说75岁以上染疫致死率高达 22.7% 怎么选择从北市接种人数来观察 或许有答案 欢迎新闻 留言区到平均 他有报道